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紧接着来放的影片就是 那既然说组织受损或异常形态 造成患处体伤 那原始点要不要在意 也不需要在意 尤其组织受损它是疾病嘛 那原始点有没有办法处理这些 我认为从很多cas都可以看得出来 原始点恰恰 这些都是我们最擅长的 我们先从脑出血的这三个案例来看一下 脑出血案例 患者叶先生63岁 于2011年3月30号 在骑自行车送货物途中摊倒在路边 经路人报警 送至附近医院急诊抢救 入院诊断 1.脑出血 2.原发性高血压 3.电解质杂乱 住院期间 其家属向我咨询治疗意见 我建议采用原始点为上策 家属采纳我的意见 于4月20号入院三周果断出院 当时家属为他购置了瘫痪用床和手推轮椅 出院次日4月21号清晨 我带上光盘去患者家中进行头部原始点按推 并煮内服姜汤 外用外热源 除为停用降压药外 其他一切治疗手段停用 也教会家属手法操作 白色处代表出血 处理效果十分明显 一周后患者可下床走动 一个月后生活基本可自理 当初准备的床和轮椅均未使用 4个月后8月15号 卢岛CT复查 血块已完全吸收 脑结构基本恢复正常 于2014年6月5号 再度登门造访 患者一切正常 并可操作配索 出血处已恢复 前后历经4个多月 中风瘫痪案例 颅内出血嘛 对 是是是 所以开完刀现在情形 就是没办法讲话 这一个摊了 这一个也摊了 没办法讲话对不对 没办法吃东西 了解 那没办法吃东西 都用鼻胃管喂食 对 因为喝点东西它就会呛大 了解 那当时候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说他不舒服 他脚会麻 我们就想说 赶快把他送去急诊 脚麻的时候他还有意识 有有有 他都一直没有分明 他都一直有意识 有有 那他只有说脚麻 然后去检查出来 身体不舒服 然后我们送急诊 他就说就照就说脑内出血 就给我病尾通知 了解 所以 是经过一个礼拜才手术 对 我才送到 去动手术 那时候要救命 那时候虽然已经医血了 很严重了 西医也这样讲 但是那时候他情况怎么样 会比现在差吗 应该是他那时候还会讲一两句话 还会讲话 还会吃稀饭 还会吃稀饭 对 手术以后就 就不行 就是连讲话也不行 然后 就没办法讲过一句话 还有吃东西也没办法吃 对哦 对 好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影片 跟早上讲的来想一想 这个颅内出血 要不要止血 要不要 不要 不要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需要止血 好 可不可以温敷 可以 还是要边敷 温敷 温敷哦 为什么 他温敷会血在流啊 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在流的过程中是在修复 还是在恶化 修复 现在已经都确定了 原来这个是在修复 你把它止了 反而问题就更大 它组织快死了就更多 所以 这一个也是在出血 西医药开刀它 因为没钱 然后加上那个亲戚 叫他用原始点 他也听进去 就一个月左右 当然如果以现在来看 这样的患者会更快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患处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按推 那这个如果你们处理 这个脑出血的 你们处理你们会怎么做 第一个怎么样 涂姜粉泥 但是头发那么多 剃掉 让他先短期出家是吗 你们决定这样做吗 试着举手我看一下 哦你们很猛啊 我好像也蛮同意你们的 那剃完头了之后 你们怎么处理 涂姜粉泥按推 这要不要电热吹风机 一边吹一边涂要不要 要 要哦 完全正确 如果我这样处理 我也是这样做 好那涂完之后 要不要用纸巾包扎 要 然后再用保鲜膜 或是液巾包扎 要哦 然后之后还要不要用 如果他还不觉得热要怎么样 电热吹风机是吧 眼红外线可不可以 可以 这些都可以对不对 可不可以用红豆袋 可以 软贴 可以 通通可以 这样的修路 会比这里说的一个月 还要宽 也就是我们 现在原始点在 越做怎么样 越细腻 这些对我们来讲 已经不是什么障碍 那如果你还是怕血 要处理血块 结果就像第二个 他本来也是手 有问题 手脚有问题 对啊 然后吃也有问题 吃还可以吃得下 哦 也可以表达 但是一处理完之后 你看他 脚不但不能走 而且还一直抖 你看 有没有 而且 吃本来是人吃的哦 不用靠鼻胃管哦 开完刀之后 反而要用鼻胃管 本来人讲话的 这下子好了 遇到我的时候 已经不能讲了 开完刀 如果是对处理这些血块 也就是组织受损 能解决症的话 它照理应该更好啊 但结果我看到了 都进一步恶化 那代表怎么样 这些半生淡化跟那个脑部的出血 两个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嘛 那 一个组织受损的状 跟你其他的症 这些是症 对不对 正义状之间 没有什么 因果关系 这些都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都是脑袋里面有影片 然后有画面 我才把它沉淀后 慢慢怎么样 写 画成文字 把它写出来 这些都是事实啊 都是患者告诉我的答案啊 他们是用生命来告诉我的 所以原始点 一开始就是做出来的 从患者的生老病史 详细观察 然后找出这样的相同的原则 然后来做出来 然后来分析 然后最后才找到 哦 原来这些是什么 所以现在来看这些 哇 就很清楚 原来出血 不见得是坏 但是最怕的就是错误 不怕他出血 最怕的是什么 错误的去把它止血 然后再做一些无谓的检查 这样折腾之后 组织受损就会怎么样 进一步扩大 所以后一阵才会加深 原来真相是这样 这样说来体内组织受损原始点能不能处理 早就可以了嘛 这样一看 哪有字体表 不字体内的 没有一种医学是这样搞的 所以这个想当然了 要不要照出来 我才知道要用内外热源 不用嘛 我揉了没有效 我就知道这里要用内外热源了嘛 对不对 那讲话有困难的时候我就知道 这绝对是头部有问题嘛 然后 脚跟手的问题 我就可以涂姜粉泥啊 揉了没有效 一定涂姜粉泥啊 重换处下手啊 那这样同步处理 不用到一个月啦 现在又知道 懂得包扎种种这一系列 非常快 已经都在加速 好 这是 我们说的体内组织受损 要不要检查 看来真的不需要检查 我们再来看气胸的案例 我平时习惯喝冷饮 也多年抽烟的习惯 经常熬夜 于2017 5月21的时候 5点20早上 起床后发觉右胸怪怪的 有点压迫感 呼吸不顺畅 但想说过一下子没关系 就照常生活 到了2017 5月22号的时候 早上7点多 同样的症状 但多加了咳嗽 感到不舒服 想说应该没关系 到了中午才去看医生 到2点的时候 医生诊断为气胸 区域马上开刀 我爸来过原始点 听过讲座 深知气胸是不会产生症状 而是因为体寒体伤所造成的 他就马上 联络基金会的志工们 如何处理 余下午5点 这时候我们办厨院 6点的时候到基金会 由志工紧急处理 先帮我 魂服喝姜茶再进行按推 按推时 感觉非常痛的地方 是上背部跟肩部 经处理后 觉得右胸就没有那么的 那种挤压的感觉 呼吸也慢慢的顺畅 做完这些后 回家后 也持续用了暖包 温敷 也喝姜汤 喝姜汤 然后它的做法为 一斤生姜 加1500cc的水 然后熬制变500cc 然后再加上 冷参5000 2017年5月22日 X光片 与左肺相比 右肺明显回缩 2017年6月5日 X光片 14天后 右肺大小 由明显恢复 他确实检查出来 已经气胸了 但他要开刀的前一刻 他爸爸紧急 把他办出业 那就到基金会 你们看 整个的结果 其实就是这样处理 那如果他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他来基金会 我们也没有仪器帮他检查 然后他只是呼吸 胸闷 胸痛 甚至还会咳嗽 假设这些症状 到基金会 基金会有没有办法处理 是不是因为 他检查出气胸 我们才这样处理的 绝对不是 也就是他即便没有检查 我们来也是这样处理 所以他处理也可以好 所以有没有检查 都不影响我们的是处理方式 对吧 所以本来就不需要检查了 这原始点跟中医一样 都是以症状为主 这就是我再三强调 症状他可感可见 你就可以从果推阴 然后从阴治病 就可以解决了 不需要绕那么大千 然后检查来说服 说服了真的能解决吗 我打个问号 因为你从胸部气胸 你再去手术或种种 因为他要手术啊 去换术 但我们是从外面热源给他 自我修复 是身体修复利害 还是这些手术刀修复利害 你要想清楚啊 手术刀是破坏性的 那身体是修复的 是在帮你的 他绝对不会破坏你的 说身体会破坏你的 只有谁讲的 我就往手了 这里啊 只可意味 你们也不要说出来 确实不是我 这这些都是患者跟我讲 身体是不会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体内的 像我刚刚放的是气胸啊 脑溢血 事实上脑溢血还有更严重 以前你们看过植物人嘛 撞到之后 那有血块 结果这里都紫色的有没有 然后就昏迷了 现在来看 这些他们再来看过去的影片 你看这个处理 我们来看看 早期那一个植物人好了 也放一下 植物人案例 他说他肯定要正来 看到我们医院的 待会要做手术 因为这个里面有医学 肯定是你已经没治了 在家里你怎么弄 我就我想 我说这个原石的推拿 肯定他留学会走 我就不在乎 我就没管了 我就后来我自己做 每天 后来我开始找了个工夫 工夫家床 底下铺了三个红豆袋 身上盖着都带着 头上红包都带着 旁边床室里放了电暖器 再就是姜汤 他肯定就是姜汤 再给他做头部原石 然后上训就原石 然后结婚原石 我说先把头脑 还在一个不让他死 训绝 就是先把主要的原理 这样 别让他死掉就行 第二天 因为我们家的妻妻 他们都知道的 我媳妻妈妈呀 她姐姐呀妹妹呀 他们都来了 来得多 一来就说了一来就说 人成是这样的 你看植物人了 喝个姜汤 拿个袋子给他盖上就能好吗 因为他就不懂 我说你们别急 我是他的男的 你们也知道 我比你们喊急 你放心 因为我心里抖 我多少人 因为我治好了 再一个我心里的一个 这一件事 我多少人 我在那推大房呢 我说不可能把我的人 送到医院 这个理想讲不通的 别人说我揉得好了 你自己的家人 又送到医院去了 我说我们以后能做原石点吗 那两边就来的人 我们一块的朋友 多得很 每天来到医老师躺着就 他说那你这个怎么弄 我看你盖白红豆袋 人就那样的 我说你别急 老公我说你 我们哪试试做 他说怎么能试试 我说你过来几天你来 让他逼人说话 他说逼人成了这样的 你怎么说话 我说你看嘛 现在你先别急 到医院 他就在这躺着 我说你怎么办 那医院去 我说肯定他要开门 我说我不懂 我就这样弄 就这样做了做了 大概做了七八天 原来有耳朵 这么样的 紫的痕 一个大伙子 车祸 这么创得特别严重 我坐了七八天的时候 他那大便利 就拉了两天雪 哎呀把我去高兴 你为什么啦 我都知道 这个紫的也退了 一天一天都不见了 那寻人啊 拉下来的全是雪呀 在里面有雨雪 自然的就出来了 我是李老师的媳妇 那天是12月2号 我们出去到海北去观青游戏了 青游关上我回走的时候来 出车祸了 我不知道我摔成这个样子 我慢慢慢慢到半个月以后呢 我才恢复成有记忆的样子了 我现在呢在家里能干一些零碎的活 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 从死亡中拉回来的一个人 我现在恢复成这样 这个原始点太了不起了 大家现在看一下 我做一下我的原始点的恢复的状况 我现在我以前的话 我这个胳膊这样伤都伤不来 我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下我的这个动作 你看我的这个 现在四肢都挺好的 现在都挺好 好 你看喔 最后我们这一两年喔 一直在处理患处体伤 感受特别深 这个到最后结胜负的 是怎么样 热源 但是你看喔 他早期 他还不知道可以怎么样 按推患处 但是他一直 只有把握住热源就解决了 但以现在再来看这一个案例 我相信以用我们现在新的手法 或是新的热源 直接涂姜本一进去 直接按头部 会不会更快 肯定更快 所以现在方法是越来越细腻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 植物人案例 我现在要分享的是 原始点 救醒 我妈妈 我妈妈的过程 是植物人案例 在2012年 5月初我妈妈 在浴室内摔倒 经过医生 电脑扫描之后呢 发现到 脑 积很多淤血 要做手术 但是我的妈妈 因为年纪大不想做 那两日后呢 就昏迷了 那医生说她呢 因为昏迷了 给我们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拔掉她的喉管 让她走 第二个选择 插入营养喉和氧气 在她 在床上 做植物人 过她的一生 我不忍心看到我妈妈 在床上做 做植物人 幸好 有人介绍我去 旧金山 推广站 找到 陈经理 教我怎么做手法 帮我妈妈 陈经理陪 我去妈妈住的疗养院 帮我妈妈做头部 原始点按摩之后 她对我说 你妈妈有的救 因为她看到 我的植物人 妈妈 眼皮有 眼皮有 动 她再三叮咛我 要我帮妈妈 继续按推 溫肤 我不断帮她做 迟到第三天 突然之间呢 她 醒来 还认得我们全家人 这让我对原始点很有信心 继续做 帮她做原始点的全身 她慢慢痊愈 医生 复诊的时候 还觉得很惊讶 我妈妈竟然可以恢复 可以坐回轮椅 可以饮食 中文字幕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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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在13年的23号 去拿一次车路 杜子 开了五次楼 蓄了一百多斤血 在真正肩负食物 呆了三个月 分离七个月的时间 一号成为了高位吃物症 新耀在医药扎沙复营 夫妇肖亚公爱康复营 绝约一年零八个月 营雕肺炎一波七十余万年 家里面 连五分子都卖掉了 依此病症不及后绝 新耀独次咨询 甘州保健省政 对了有名的教授 也没有一个好的医疗方案 为什么说他高位知识人呢 这是运运点的 他有共用集中个威胁 除了他的知识人以外 尤其他还有三个 高血压 高血胆 高血脂 尿了肝炎 年症癫瘋 身体虚妞导致 精霜感冒 谁时都有生命危险 要失眠的十月份 集成了威胁碟 集成了威胁碟以后 就是要按摩一条肌绝 取取威胁碟 按摩以后 就马上服很多胆 将它呢 就是后能将它 功夫呢 就是头部 颈部 就是那种话 血脚 我们就是个定的很多胆 外内的吻腹 基本上是25小时左右 只要通过这些办法 要了明显的考虑 现在能够实现 不分生活制度 现在的 他讨厌 第一个 他自己会 挂地 第二个呢 他现在的 学医啊 学习啊 他自己会 第三个呢 我们可以开 进行简单的交流 我问他 我说老婆 咋是好 老公咋是好 你辛苦了 自己投手着路 一次能够找 200米左右 爬楼梯 能够从 一楼 到18楼 在吗 嗯 这个 好好好 不错 嗯 真好 我的目标是 要达到 全一部 生活质地 要留你 以后 我觉得 有没有的 带着老婆 到任何国地区里面 好 大家在看这些植物人的同时 都是医学 然后造成 医学会不会造成昏迷 会不会 会的举手我看一下 医学会造成昏迷 不会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还好一半以上举手 我现在考试 应该都要答对才对啊 医学是果还是阴 果啊 果会不会造成另外一个昏迷的果 不会 绝对不会嘛 我们说果不生果嘛 对不对 所以不是要处理 它医学 不是造成昏迷的 它一定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温敷之后 它循环变好了 它去修复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是一定要清除血 清不清除 有时候你可以看得到 有时候看不到也没关系 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重点 了解吗 那出血 像第一个 它拉出血来七八天 诶 确定这个拉血是好的还是坏的 好 那第二个究竟三的 我没有看过它说拉血七八天之后拉血啊 但它也好了 那这样表示它好的是假的吗 还是真的好的 那所以第二个有没有拉血 所以都是同样脑部出血 但一定要看到血吗 不一定 不一定啦 了解吗 那看得到也欢喜 没有看到也欢喜 反正你照本分这样做就好了 那医血造成昏迷吗 不会了解吧 已经都说得很清楚了 要不然你像那个赛车所什么苏马克是吧 那个车祸了之后滑雪 有没有 那开刀到现在有没有好 没有 没有 它真的报纸有时候一散都没有好的 那为什么 可惜啊 没有找到原始点啊 唯一只能这样解释啊 要不然它不需要承受那么多的苦啊 好 那第三个 其实它的处理方法 以现有的方法 现在又更细腻了 可不可以处理 可以啊 提啊 头部啊 全部按摩啊 该包扎的包扎 该温敷的温敷啊 是吧 这对它的修复会更加速 好 那我们最后再来放骨折的三个案例 手骨裂案例 好 它是摔转 不能跌倒 手骨裂 然后变重 稍微 所以它现在都有力啊 需要打 直到 如果照你刚刚讲的时速 有一些地 但没有跑掉的话 那我认为 事实上根本不用操 这个太重 好 手骨 你会不会痛 哪里 哪里 这里在动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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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好 现在这里痛 因为这里引起了 总不会伤害 等于从这一点一直痛下来 那这一点是这里的 所以我按这里 它这个痛 你按这里 那这里的痛 我要按这里 这个叫天赋 也是 它撑下来的时候 这里也有很多 那你看 你一直在注意 注意它会发现 事实上它上到的 这些动力 来 我们再试试看 你再用它看 现在 会不会痛 有没有 手骨折案例 缘起 2015年7月20号上午 约10点左右 87岁的母亲 站在小板凳上 踮脚间伸手取高处物品 一个重心不稳 双脚踩空 身子突然往右前方跌下 右手掌不自主地往地板上用力一撑 导致右手腕骨头断裂 扭曲变形 马上疼痛难当 整只手动弹不得 于是立刻去挂急诊 我们私底下就已决定不开刀了 医生的处理 用固定器材石膏 固定母亲下手臂到掌心和指头 这部分我们是同意的 医师也开了三天的镇痛剂 及筋骨损伤两种药 并嘱咐我们三天后回诊 但我们既没用药 也没回诊 当天下午从医院回到家以后 马上以姜粉泡温开水 让母亲喝下 接着以红豆袋及暖暖包 从肩甲缸以下到手臂 手指头尽量给予覆盖 即使有一部分隔着石膏 也都密集地进行长时间温服 接着按推肩部原始点 以及肘部原始点 同时也按推头部 颈部 上背部和肩甲旁内侧 大量温敷加上适度的按推 让母亲心胸舒畅 疼痛明显舒缓 当天晚上得以友好的睡眠 有利于恢复好的体力和精神 第二天 7月21号早上 母亲一起床 我们就帮她进行按推 仍给予红豆袋温敷 并让她喝姜汤 4两生姜 以12碗水熬4碗 分两天喝 这天她的手虽然还是肿的发亮 尤其手腕和手背处 但母亲说疼痛已减轻很多 三餐饭菜 尽量采取淡胃及浆胃 坚持温热性 暂时当然不能吃任何水果 并让她多走路作为运动 敢想 这个案例属于本处体伤 又是老年人骨折 修复期本来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但从7月20日至8月9日 期间只有约三星期左右 前后比对 2015年7月20日 2015年7月22日 2015年8月9日 母亲的手从一开始的疼痛 肿胀动弹不得 到可以掩佛珠吃饭洗澡 将近90岁的老人 修复力这么强 实在令人惊讶 手部骨折案例 手部骨折案例 骨头断了 那骨头断多久了 大概两个月 断 那还在痛吗 对 你把它拆开好不好 两个月不要包了 你现在痛哪里 你先看看 现在这样痛不痛 我站这一边 我站这一边 那能拆哦 这样可以吗 这样还可以 那就这样 这里痛不痛 还可以 这里呢 这里就痛了 这里呢 这里超痛的 这里呢 你伤在这里 结果包那里 是吧 这里痛不痛 好 这里还好 那就是这里最痛 好 那我们就把这里继续 好 这样已经揉好了 快不快 快啊 这个一分钟内 没有做好我也觉得 对不起各位 好 这样来 你再寻掌看看 哎 怎么样 很松了 很松了 对啊 你并不在这里 那干嘛 干嘛包这里 包得那么好看 不要再带咬 知道 好 你们看这两个案例 它除了骨折以外 有没有症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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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案例都有症 那症 前两个 我按推 我第一个按推 它症就不改善了 但它那个肿 有没有效 没有 所以接着 当然就是 温敷啦 固定啦 因为它骨折了嘛 那这个要推就要小心了 不要把骨折本来 已经裂开了 你再把它推得更远 那这个可不行了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 但以热源为主 绝对是对的 所以 他们的修物 年纪轻的也是这样处理 年纪大的也是 最后都21天 这种速度应该算是 创医学的纪录了 应该可以这样讲 好 那第三个就没有那么幸运 他已经开完刀了 但经过两个月还没有好 这这个很不可思议了喔 然后西竟然说 他手腕痛就是原来的骨折怎么样 没有接好 还要再开刀一次 所以他家人 马上把他带到基金会来 然后希望我帮他做 那你们也看到整个过程 结果一分钟内就解决了 他就不再痛了 最后也没有开刀就这样好 就这么简单 然后他们检查出来 是以组织受伸 会造成手腕痛 也就是状会生症 这个就犯了我们刚刚论过的 症不生状 状也不生症 两个是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最后为什么我疾病与衰老 可以这样写 不都是患者告诉我的 所以从你们从这里来看 到底医学以仪器检查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跟中医的或原始点 以症状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俗胜俗优 你们心里有数了吧 应该很清楚了 所以为什么我在文字里面会叙述 C是舍尽求炎 化检为凡 本来可以从症状就可以从果推因 从因治病 他不是绕了一个圈 然后用仪器检查 结果检查出来 又果与果之间又没有因果关系 也没有办法检查出疾病之因 疾病之因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是没办法借助仪器检查 所以他既没有多数体伤的概念 也没有热能不足的概念 这就是目前医学的困境 那有没有办法走出来呢 唯一的就是医 我这个就不好说了 你们去医医会就好 所以到底什么是最快 原来我们误以为的科学是最快 看来不是这样 科学是中性的 你用的好他就快 但是你用错了 他不但不会帮助你 反而怎么样 可能会让你的病更加严重 都有可能 像足底痛的 怎么可能开刀 把它搞那么复杂 开完本来足底痛 已经够可怜了 现在又多一个腰痛更可怜了 所以这些仪器检查 最后我的结论还是一样 仪器检查会明显犯了什么 倒果为一 而说一阵多因或果生果 还有一个怎么样 老病不分使患者增多 如此诊疗怎么样 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而且也超出怎么样 医疗致病的范畴 这整篇就是这样的结论 那整篇读下来 应该现在写的写法 应该是很清楚 因为为什么这次改动 你们再跟书五版比较看看 现在可以熟读啦 而且读起来会很畅快的 因为在写这些文字里面 因为我都有画面 我只不过是把这些画面怎么样 一一串联 绝对没有加进我个人的意思 我只不过是 如实表达 好 那我们论果今天 这一节就先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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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